今天我們主題是天氣濕冷的病 老實講 臺灣就是濕度很高 那現在又冬天了 那所以有些淨頭就走起來 那麼有什麼淨頭呢 譬如說流感 然後氣喘 氣喘是黑股 中風 心臟病 甚至於嚴重是猝死 所以這樣的狀況 大家特別要留心 那有一位 我認識的好朋友 他是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有一個要和我吃飯 沒來 沒來 我快問你怎麼沒來 他說他在掛急診 然後他才知道說 他其實是天氣冷 加上潮濕 然後這個去掛急診 因為他平時就要 沒錯 沒錯 他吸那個叫什麼 就是那個氣管擴張劑 對 救急的藥 你也有喔 好像要打得辛苦的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辦 不小心就可能就不去了 就像鄧麗君那樣子 他可能一下子沒有藥在身邊 他又沒有人可以幫忙的時候 可能就會吸不到氣就走了 對 鄧麗君當年是跟法國朋友 在泰國的 好像是青脈 青脈 其實青脈的天氣很好 對 就是有時候可能空氣 也不一定是真的跟那個溫度有關 但是溫度來講 可能溫差大也會是一個因素 比方說有的病人 他是從那個浴室出來 一煞到冷風馬上騷起來 所以那個也是會發作 會不會跟情緒有關 可能要問醫生看看 因為他們那時候講說 鄧麗君是因為跟他那男朋友 之前吵架 吵了一架之後 然後他就在房間裡面 很生氣幹嘛 就突然說 有可能 也有可能 心情又不好 因為現場怎麼樣 我們並不知道 只是說台灣在冬天的時候 空氣又特別遭遇 沒錯 這幾天確實是空氣不好 對 對 那可不可以先請惠文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徐國勇 徐部長 他本來應該到內政委員會來備詢 可是因為身體傳出不適 所以臨時請假 去三種的急診室治療 到底是什麼事情 就是昨天新聞報出來 就發現說他本來應該要出現在立法院的 結果人沒有出現 是那個副部長代打 結果後來就在備詢的時候 有立委問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部長 他就是早上臨時突發的不舒服 然後氣喘發作 然後就去了那個急診 這樣三種的急診 那事實上其實像那個徐部長 可能很多民眾不曉得 他其實這個氣喘是從小 他就已經很嚴重了 他就是一個氣喘兒了 那過去他也跟媒體 曾經透露過說 他說他的這個氣喘的狀況 是只要天氣一變冷 或像現在最近這麼潮濕 他就是很容易發作 他其實是每天隨身 就像剛剛那個油漬一樣 都帶那個對 噴劑的部分這樣子 那曾經他也透露過 以前發生過 他自己都跟媒體講說 他的病例是全臺灣都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曾經在大學那時候 師專畢業要去畢業旅行 全車同學都上了遊覽車 才開到第一站到新竹 他就發作了 然後整臺車開到醫院去 陪他去就醫這樣 然後一路邊玩邊就醫 所以他說他的這個病例 其實是全臺灣各地都有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病情 不是說現在突然出現的 是他可能從小 然後也聽說他的父母親 在他小時候也非常積極 想要幫他 病情 一定會否認 因為很多網友還說 是不是他不想去備詢 其實是氣候季節的變化的關係 那像他小時候 還蠻特別的地方是 他說那時候他爸媽 為了要救他的這個 這個疾病的問題 還費盡苦思 甚至讓他吃過鱷魚肉 就是 鱷魚肉有人在賣 就是去打梯 然後花重金去想辦法 要治他的這個氣喘 然後甚至也有說吃的一鐵藥說 一定要半夜 子時的時候起來喝藥 所以他半夜就會被挖起來喝藥 就是他的這個過程 成長的過程其實是一直伴隨著他的 對 那所以他之前像他很多人看他 就當名嘴或者是主持節目 其實他都是帶病上場 有時候其實他就是應該要去醫院 他也沒辦法去的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狀況 像有是你常常要上節目 你也有氣喘嗎 有 也有嚴重啊 他的病狀況會員講得一模一樣 全省都有病例 就是到哪邊就看到哪邊 就要看醫生 你正前要數一下嗎 要看總統 如果總統跟壞的時候一定要 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要說 你那個話是講不出來的 然後吸不到 你應該看過黑菇的人 那個這樣 對 對 主要就是這邊我熟了 你如果你不讓他擴張 我們就永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可能下一句跟人講說 北臺灣語 就會這樣 民進黨來了 民進黨來了 沒有 會有人來我就會來 會更嚴重 別這樣 我其實看過那個氣喘病人 他嚴重的話 他會整個這個都塌陷 整個都吸扁扁的 他還是吸不到氣 而且會很累 最危險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呼吸不是這邊的事情 他其實是全身的事 那你吸不住的時候 很肥膩 對 就一直想要這樣 你吸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這邊動 然後這邊也在動 那你等吸完之後 你覺得好累喔 等這個噴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會想趴在桌上 因為你沒力 那你為什麼會看到哪邊 病例到哪邊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作 你剛剛惠文講的其實是對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發作嗎 心情 有時候你一緊張 會影響到細胞的 任何鮮毛活動的 或會患驗 因為患驗不通常是因為心情 你本來就有那個因子在了 你心情一擠 等一下還有四個 然後我等下去看資料 然後家裡面還有一個 什麼事 什麼事 整個整個吸起來 最好傳不出來 很常 所以可能到高雄 我突然就 我去掛一下 然後去拿一下 因為他會給你吃 有一種比較更快的 那種類似打針 然後或者那個支氣管 很快的 直接下去 那個又更舒服